人到中年 请收起你的大方 作者 莫言 知乎上有个问题 为什么世间总是有那么多善良被辜负呢 有个高赞回答写道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很多时候都败给了三个字 我以为 我以为只要一片真心待人 自然能收获一份真意 我以为只要对人保持善良 自然能收获一份感恩 我以为只要事事足够忍让 自然能收获圆满结局 可现实总是那么残忍 善良过了头就容易被消耗 大方失了肚 终会伤及自身 人到中年 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管好你的善良 无底线的善良 换来的只有恩将仇报 作家莫言曾在诺贝尔颁奖里的演讲制词中 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 有一年过中秋节 他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 但是只够每个人吃一碗 正准备开始吃饭 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他家门口想要讨饭 莫言见状 便递给他半碗红薯干 谁曾想 老人看着碗里的红薯干 愤愤不平道 我是个老人 你们吃饺子 却让我吃红薯干 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莫言一听此话 瞬间弃上心头 开口说道 我们一年都吃不了几次饺子 现在一人一小碗都吃不了半饱 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 随后 母亲训斥了莫言 并将自己的半碗饺子给了老人 他才作罢 而这句 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几乎否定了莫言一家所有的好意 即便给的再多 喂的再饱 他也不会有半分感恩 后来 莫言在晚熟的人里写了这样一句话 善良的人都晚熟 而且被猎人催熟的 细想来 所谓猎人 正是那些消耗他人善良 浪费一片善意的人 一个人成熟的开始 就是在一次次被反咬一口后 认清了现实 农夫与蛇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冬郭先生与狼也从来没有结束 究其根本都是过分善良 害了自己 写到这里 不禁想起于敏洪曾提到的一段往事 二十多年前 于敏洪遭到两次抢劫 除了损失掉大量财物 还差点伤及性命 而这两次噩梦之间仅仅间隔了一年 直到六年后 他才弄清楚自己为何会遭此厄运 原来 于敏洪曾因课程需要租用过一个度假村 预付了二十万 课程结束后 度假村需要退还三万元 可之前的预付款早已被度假村老板挥霍一空了 拿不出一分钱来退还 老板心急之下就去找于敏洪求情 于敏洪看他可怜 便说 没事 实在没有就算了 就是这句话 让度假村老板意识到于敏洪不仅有钱 心地还善良 于是开始谋划抢劫 从那时起于敏洪才幡然醒悟 我对他太好 所以他一想犯罪就来找自己 菩萨心肠没有错 可若是丢了金刚手段 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 待人善良是修养 可若是失去了底线 便会引来恩将仇报 请记住 永远别惯坏 不领情的人 别未饱 不感恩的人 无原则的忍让 换来的只有得寸进尺 杨将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过一段话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 人家就利用你欺悟你 你稍有才德品貌 人家就会嫉妒你 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 人家就侵犯你 损害你 人性就是这样 你越是步步退让 对方越步步紧逼 你越是忍气吞声 对方越肆无忌惮 人与人之间最悲哀的莫过于 他的得寸进尺 是在你一次次默许中进行的 人世间里周炳坤是家人和朋友公认的老好人 周荣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 把女儿冯月丢给了周炳坤照顾 一照顾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日子过得再艰苦 周炳坤也毫无怨言 也从未抱怨过多带一个孩子的男 而这些付出在周荣眼里 似乎都是家人之间的理所当然 而周荣得知冯月喜欢周南 不仅鼓励冯月和周南在一起 还希望得到周炳坤和郑娟的支持 丝毫没有考虑他们夫妻二人的感受 周父病重时 周荣一进家门就开始责备炳坤 没有照顾好父亲 但却忘了 这些年维持着这个家 照顾父母双亲的只有炳坤 于家人他无为不至付出了很多 可到头来得到的只有指责和不理解 肖国庆和吴倩两口子下岗后 周炳坤想着帮他们一把 就想办法把吴倩安排到书店里上班 国庆一家人没房子住 他就把自己的老房子借出去 无限期让他们住在里面 后来秉坤遇到麻烦想把老房子要回来 没想到吴倩当场翻脸 全然忘了往日的恩情 在六小君子眼里 周炳坤什么忙都能帮 所以遇到任何问题 大家第一时间都来找他 从工作到房子 从家长里短的小忙到生活问题的大忙 鼎力相助带来的不是感恩 而是其他人愚发得寸进尺的请求 于朋友他屡次雪中送炭 几乎随叫随到 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怨恨 最终他终于忍无可忍 喊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 难道就该我的吗 做没有脾气的老好人成本太大 做毫无怨言的老好人回报太少 很认同王小波说过的一个观点 人活在世上有两大义务 一是好好做人 无愧于人生一世 另一条是不能灌着别人的臭毛病 行走于世间 你越好欺负 旁人越没有分寸 因为无需顾及你的感受 你越没有边界感 世事都应允 世事都忍让 旁人越容易拿捏你 因为无需顾虑你的情绪 永远不要让你的一味忍让 变成他人欺负你的筹码 若是退无可退 那就守住自己的原则 该拒绝时莫要再心软 触及底线不必再退让 无休止的原谅 换来的只有反复伤害 看过这样一段对话 弟子请教孔子 以德抱怨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道 以德抱怨何以报德呢? 弟子不解 那如何去做才是最合适的呢? 孔子回答 以德抱德以直抱怨 年龄越大 经历的事情越多 越能理解这句话中的深意 以德抱怨 最后的结果 不是感化曾经伤害你的人 而是给了她再次将刀捅向你的勇气 上学时 班里有个腼腆的女生令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大多时候看到她都是一个人走在校园里 不知从何时起 慢慢有人造谣她 经常偷东西 人品特别差 自那已之后 每当有人丢了东西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她 可当东西找到时 却没有一个人诚恳对她道个歉 只留下一句简单的对不起 而她每次都笑着回应 没关系 正是这三个字 让那些人看到了作恶的代价不过如此 于是开始更加放肆地传谣诬陷她 她的原谅始终没有换来半分善意 她的大度始终没有让流言平息 委屈求全求来的 只会是那些作恶之人的变本加厉 而不是自己的安然无恙 不是所有的伤害都值得被原谅 也不是所有对不起的后面都对应着 没关系 不要无休止地原谅伤害过你的人 趁早远离他们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全 正如张绍涵曾说的那样 有一句话叫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变得更坚强 但我只想说 伤害就是伤害 没有这些伤害我会变得更强 因为我不仅天生励志 我还天生要强 我不感激伤害我的人 他们只是提醒了我 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网上有个提问 你是从哪一刻决定不再善良的 很喜欢一位网友的答案 我从未决定不再善良 只是决定不再对谁都善良 人生最好的状态 其实正是善良有耻 忍让有度 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 请你放过自己的良心 没有后路可继续退的时候 请你放下自己的大方 没有得到善意回馈的时候 请你收起自己的善良 余生 愿你的善良之中带着锋芒 仁慈之间亦有棱角 处事之时守好底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